Hola 我是老元 上个月我刚刚去了东南亚21天录制新一季的视频 趁着热乎劲给大家分享一下 出国旅行都必须带点啥 诶 我给他们分成三类 第一个部分 飞机偏 出国一般都是需要坐飞机的 为了省钱 很多人都会选择价格相对划算的廉价航空 众所周知 廉航是很多坑的 其中一个大坑就是行李 因为他们是没有免费托运行李额度的 还不知道的请广而告知 比如亚航 只能带两件有尺寸规定的行李上飞机 一般是一个背包加20寸的行李箱 就像我这个 如果是5天左右的旅途 其实它够装的 别小看它 能塞不少东西 我这个登机箱就刚刚好达标 很结实 也经过暴力托运的洗礼 如今依然坚挺 外观也不错 轮子丝滑 推着不费力 我途中飞了四五趟 用着非常省心 但连航 鸡贼就鸡贼在 他们要求两件行李总重量 不能超过7公斤 办理直击的时候 就会直接要求两件一起称重 反正我从广州出发的时候 人对这个执行的蛮严格的 所以最好不要报侥幸心理 提前在家里把重量把控好 因为现场付超重费 很可怕 几乎要按250元每公斤来算 超个三公斤 一张机票钱就没了 感觉还没成啊 但是不用怕 只要掌握了老元的两个解决方案 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 您被连航坑钱了 赶紧学起来 方案A 提前购买行李额度 比如我这次 因为出行时间很长 东西没办法少带 除了20公斤托运行李额以外 我还路花90块 多买了7公斤 手提行李额度 也就是说 我登机行李重量 可达14公斤 这个数 把背包和行李箱装炸了都够了 我塞得满满当当 一共才11公斤 提前购买行李额 才13元不到每公斤 大约是现场价格的 十九分之一 太夸张了吧 诶 就是这么夸张 所以说 做连航 要不要提前购买行李额度啊 乖 可不可以不买行李额度啊 可以 那您就需要 方案B 精准把控行李重量 怎么把控 其实买不买行李额度 都要掌握这一点 用这种便携式的称重器就OK 不仅能在家里称 还可以随身携带 反尘 也能轻松的称重 你就说 安不安心 小巧 称重还精准 称 就是当代连航客星 这光怎么这么赤眼呢 我的天哪 那拖运箱我就不再介绍了 之前有给大家推过一款 我这次出门就是用的它 嘎嘎好用 除此之外呢 坐飞机必备的 就是这二位 护颈枕 可以随时睡觉 不扭脖子 我称之为 经济舱 休息神器 完事你必须戴一件长袖 或者是像我这个 披肩式的围巾 可以这样展开 当毛毯用的 有了这玩意啊 你在飞机上绝对动不着 因为飞机一起飞啊 那空调就会调得特别冷 前空姐告诉你 杭斯内部规定 就是要调低的 为了空气质量 和大家的呼吸感受等等 总之就是能低 人绝对不会调高 听我的你准没错 有了这俩 我跟你讲 在飞机上能睡成猪 要是飞长途 十小时那种 再带一双一次性拖鞋 哎嘛 这经济舱 我能睡成商务舱 你信不 信拉倒 我信 第二 就电片 出国旅行啊 无论住啥酒店 你都得带的一个东西就是 叮叮 转换插头 哎你瞧我都用坏一个了 这是以前飞的时候用的 它就是当代旅行人的生命之源 因为谁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呢 而电子产品出了国 必须靠它来充电 因为各国的插座都是不同的 国内的充电器 出了国是没法直接用的 所以必须靠这个中介 去获取生命力 尤其我这种摄影器材多 还带电脑出门的 没它 活不了一点 这个转换插的三个插头 分别是美澳规格 英规和欧规 几乎就适用于大部分国家地区的插座 畅行东南亚 没问题 而且我选它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前面 能插各种充电器以外 仍还有三个USB接口 以及两个Type-C接口 其中一个 还是45瓦的快充接口 也就是说 同时最多可以充六个物品的电 当然了 我不建议同时充这么多 但三四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拍摄器材有三个 每天回到酒店 我第一时间就能给三种电池充电 效率极高 出国 衣服不带可以 这玩意儿 不带不行 其次 住酒店 我是不信任他们的浴巾的 我一般会戴一条自己的小毛巾 外加几包这种一次性浴巾 也不重 随开随用 用不完还能合上 一包有两条小的和一条大的 这里面那个小的我用完了 大的能有这么大 浴巾规格 啥早都够擦了 三四天的旅途 戴两包就够了 还有这种一次性内裤也是我长途旅行必备的 不是我懒不想洗内裤 而是有时候旅途时间有限 洗了 它是干不了的 捂着还会发臭 这谁受得了啊 所以一次性内裤 随穿随抛 是认真的可以省很多事的 尽管有点不环保 但我旅行真的离不开它 最后就是拖鞋刷牙等 在国外 有的经济型酒店 它是不提供这些东西的 所以最好自备一次性的 方便还不占地方 第三部分 日常篇 出门逛 要带的东西其实很多 但我觉得其中最不得不带的 就是防晒物品 尤其是去东南亚和澳洲 那子外线 分钟给你秒称探渣 我这次上脸的 主要就是靠这个 安耐晒的脸部防晒 物理防晒就是这顶帽子 可以说 从头到尾 护了我21天啊 我从高中军训时 就见识过安耐晒的厉害 所以之后也一直就用它了 懒得换 结果它也是 一直没有让人失望啊 质地清透防水 白天上脸一次就够 再者 这物理防晒也很重要 我本来是很不惧怕阳光的人 但是东南亚的烈日 会教所有嘴硬的做人 它不是你怕不怕黑的问题了 而是你的眼睛 你的全身 从生理上是接受不了 这样的智考了 所以啊 戴个这种帽子 哎 防晒的双重保险就有了 还挺美观 真的 当时我不戴帽子 干啥都没心情 戴上帽子 瞬间就有精神暴走了 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觉得有用 别忘了给老袁 点一个免费的小赞 如果对出国旅行 还有什么别的想了解 欢迎留言 我尽量解答 或者再做一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